歡迎收看Yoki爸爸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的EPIFACY作業生態期的第一題 那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題目 題目是說有一個子彈往一個木塊去打 然後木塊掉在一個繩子上 所以當木塊被打的時候 木塊又往上甩動像一個PENDORUM 那這種問題呢非常的典型 那我們要考慮到的就是 第一個是子彈打到木塊的瞬間 木塊的速度變成多少 然後木塊被打了以後 木塊被打的瞬間的動能 GENETI ENERGY 它會完全的轉成它往上甩的POTENERGY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兩個觀念來解題 那因為題目是要問我們子彈INITIAL的速度 所以我們就逆推回來 我們就先從POTENERGY等於 它正被打瞬間的KINETI ENERGY來解題 求出它們兩個被打在一起的瞬間的速度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到 那POTENERGY跟KINETI ENERGY的公式我們都很熟的 那我們把它simplify一下速度是不是剛好就等於什麼 速度剛好就是等於那個 SQUADERGY而去 好我們把數字帶進去的答案是1.4 好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那個 碰撞前跟碰撞後的MOMENTUM要守恒 所以碰撞前是 子彈的速度是V0 碰撞後呢 因為兩個合體的子彈速度是MV 小MV加大MV 好那這時候 V0算出來是309 點4 好那這時候會有同學問說 為什麼不直接把 它的POTENTIAL ENERGY 然後等於這個子彈 一開始的KINETI ENERGY呢 好這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子彈打進去 木塊的這過程中呢 子彈是不是會被木塊停下來 其實有些Energy是 被消耗在其他地方上 所以 整個SYSTEM還是守恒的 可是 單純就POTENTIAL跟KINETI之間是不守恒的